V-CARE 座墊 好 接下來我們跟各位說明 如何將V-CARE 座墊安裝在輪椅上 首先我們打開V-CARE 座墊的盒子之後 我們會看到一個氣囊式的座墊 以及兩個這個座墊的布套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確認說 你拿到的這個V-CARE 座墊它的尺寸是多少 我們可以翻到後面 後面有個步標 這步標上面寫的像這個寫的40x40 10公分 就是說指它的寬度是40公分 深度是40公分 它的高度是10公分 所以就確認你拿到的這個座墊 是不是你要的一個尺寸 接著呢我們翻到後面 這個步標的後面 另外就是因為這個座墊是一個9區間的座墊 所以每個區間標示著原廠 它原來設定每個區間的氣囊的數目 所以這個數目的話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把氣囊的數目用混了之後 我們還可以依據原廠的設定 重新調回原來的一個數目 接下來我們要確認的是這個座墊它的位置 前後位置 怎麼樣去確認呢 其實在它的步標上面就有寫一個 這個back 所以這代表是座墊的後方 或者你可以記得是有繩子的這個部位 就是這個座墊的後方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底部 底部的話有看到兩條的這個魔鬼毯的袋子 然後這個袋子的功用就是讓我們的座墊可以黏合在我們的這個輪椅的這個椅墊上面 當我們把這個魔鬼毯撕開 我們發現這邊上面是母毯 那另外一條是公毯 如果你的輪椅的椅面它是公毯 我們就用母毯 這個坐墊的母毯去黏合 但是呢 如果你的輪椅的表面是母毯的話 我們就是要另外再把這個公毯的袋子給撕掉 可以直接黏在另外一個地方 像這樣子 把它黏緊 一樣可以做一個固定 好那之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把布套給套上去我們的坐墊 所以這個就把它套上去就好了 那最後呢 再把這個繩子從這個布套的後面把它拉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坐墊放在輪椅的這個椅面上 那因為這個輪椅的椅面本身是母毯的設計 所以剛剛已經把兩條這個魔鬼毯的公毯給黏上去 好那坐墊放上去之前 我們一樣要確定坐墊的方向 這個有這個尾巴就是有吊繩的地方代表坐墊的後面 好然後對準這個魔鬼站的位置 把它放上去就OK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請使用者坐上去 記得因為坐墊有一個高度 所以我們這個使用者的輪椅的相對位置 包含它的扶手的高度 背靠的高度 還有撥腳的一個高度 都需要跟著做調整 這樣讓使用者達到一個最佳的一個坐姿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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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